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还记得我们的夸夸墙吗 这怎么选啊这个 彼时初见 那些听说的标签已成云烟 我是小菊菲 这一定是我 我本人觉得有点过了 执着于音乐的鬼才 我已经轻车熟路了 此刻 陪伴了我们十二期的天赐音乐合伙人 又在这个熟悉的小屋中见面了 你即将完成本次 天赐的声音音乐之旅 请翻转贴有你照片的标签板 背后有一个在节目中 属于你的观念词 我就是光 在本季节目里 你最晚一次为了编曲努力 到了凌晨六点 谁告诉你六点的 十点 早上十点 没一秒的执着 都为了不负期待 不负自己 我不知道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 我看了多少个日出 反正是挺多的 最多的时候我有瘦十斤 差不多 还还还 你相信光吗 如果你也听说 在如果你也听说这首歌表演前 你说了无数遍你相信光吗 那一天我们的眼泪都不值钱 张亮莹你就是光 你依然会心疼我 我当然心疼你 我必须心疼你 我好心疼你 作为一个歌手 用哑的声音来唱歌的时候 他要比平时付出百分之五百到八百的力量 我不想把太多的柔软挂在嘴上 所以我可以把我的脆弱放肆地放到每一首歌里面 我觉得这是老天赐予我的一个很重要的礼物 这就是天赐的声音 美丽野心家 因为背后的你日复一日极度自律 你自信张扬 因为背后的你用最笨拙的努力练唱到肌肉记忆 真爱的灿弱我也也要为我去留一些作业 全爱的灿弱我也也要为我去留一些作业 以坦荡率真 从不演示自己在音乐上的野心勃勃 连气急败坏都那么可爱 气死了 到时候你儿子又肥了 你用行动告诉我们自信的女生走到哪里 哪里就是领奖坛 推荐新曲为鸟人 开手战 你觉得就是强势主权 引得合伙人们争相模仿 不行 这个张白皱皱是我的 本季节目 实力与人格魅力 并驾齐驱的美丽野心家 就是你 很满意 我真心真意的 就是很感谢天赐 然后 都一把年纪了 为什么还能外哭 我觉得在这一趟旅程当中 我真的收获很多 我比以前更在意工作了 我真的有把工作 用心地去感受它 因为我其实在音乐上面 我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女孩 只能用自己笨拙的方式去努力 这三个月我什么都没有敢乱吃 我没有一天敢停下来 我没有 我甚至都没有听别的音乐 我每天都是这些 谢谢天赐 绝对宝藏 你的选歌歌单是大家公认的宝藏 本季你造就了引发全网共鸣的 慢性恋爱脑三部曲 每一首都很戳心 他自自为你喜欢你 你去去都是我愿意 不论哪种风格都只想说一句 不快是你 这样的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 你属于我爱 你属于我的原爱 超级爱的笑容 从唱歌到编曲到舞台 每一个环节都拼尽全力吧 看到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也感受到了大家的优秀 对 让我看看 新生代翘楚 充满故事感的声线 和独特的舞台表达 将观众的代入感 拉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有唱苦情歌的易碎感 也有在狼里的爆发和野心 心意 心能奔布年旧 远远时候才相信一曲 一眼中 我觉得舞台真的可以把艺人 逼得变得越来越好和成长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争一口气 你远远没有到你的上限 在我心里你就是希琳娜一高 对 我就是希琳娜一高 很感慨 我能够唱到今天 已经是非常大的胜利了 送我一朵小红花 搜索和你相关的节目信息 极限是绝对的高评词 对我来说是已经到极限了 这首歌我们俩唱的是女生的题 作为说唱天花板的你 在本季节目里将hiphop音乐带给大众 同时展现了多元强大的音乐表达力 你永远在极限的边缘反复试探 但永无极限 特别感谢每一位跟我合作的音乐合伙人 我觉得都能称之为我的老师吧 因为我真的在流行音乐这方面 因为我没有过多的音乐知识去供给我 让我有更多的支撑去探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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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好 再来一个啊 再来一个 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 所以每一次跟他们合作 我都在他们的身上吸取东西 然后他们也是在带着我前进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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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你这个极限多过于很多人的极限 这些所有的事如果没有他们的话 我也不可能就成为这些词条里什么什么的极限 我希望如果下一次再有和我相同履历的rapper 有hiphop属性的艺人来到这儿 能够架起hiphop和大众之间的一个桥梁 好漂亮啊 说实话有点期待啊 奇迹笨小孩 一步一步向专业歌手迈进的笨小孩